我當初會想要創造這個Vespa Online Magazine 就是韋式牌的線上雜誌 主要是因為對於韋式這一塊有蠻大的興趣 然後自己本身也是騎了兩三台韋式 那唯一的一個方向是因為 我發覺在台灣目前來說 還沒有一個像這樣的平台能夠提供更多的韋式相關的資訊 給就是已經在騎乘韋式或是想要購買韋式的車友 對 那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就開始創造這個韋式牌的線上雜誌 那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現出韋式能夠如何 這個融入在生活當中 然後同時也介紹一些車友的一些小故事啊 或是韋式的一些升級的零件相關的介紹 對 那目前的話我們還在持續努力把 就是更多的新的資訊 然後把更多的福利帶給就是韋式的車友 因為你自己剛剛訪談前說你蠻緊張的嘛 你都是通常在訪談別人很少要被訪談 對啊對啊 就是我現在還是很緊張 你通常都是怎麼樣去找這些受訪者 然後怎麼去挖掘出有趣的故事 其實當你在騎車的時候 或是你在一個圈子的時候 你其實會認識更多不同的人 對 那在認識這些人的當中就是 就會有很多機會可以去發掘一些 比較特別的車友他們會有的故事 跟他們會購入韋式 然後加入韋式這個大家庭的原因 對 那我的話就是身邊的朋友嘛 或是其實我們韋式在臉書上 也會有一些大社團啊 那就會爭一些車友 然後約他們出來就是拍攝他們的車 然後跟他們聊他們當初為什麼會想要 就是購入韋式或是騎韋式這樣子 你自己是怎麼樣跟韋式牌怎麼講 結緣的嗎 因為你一定是很喜歡韋式牌 然後認識他很久才決定開始做這個現場雜誌 你自己跟韋式牌第一次經驗是不是 呃 我的話我本身像我 我爸他年輕的時候 他也曾經就是有開過一間韋式的 呃 維修的店 車店 對 那像他們那個年代 就是很常聽他講 就是有關韋式牌那個時候的一些故事 對啊 然後甚至是像我 呃 媽媽那邊的家人 就是也有就是那時候結婚啊 然後什麼 然後韋式牌是當嫁妝一起 就是 對 一起帶過去之類的 所以 呃 當我開始接觸維修的時候 其實算是真正有騎乘的時候 是大學畢業後 嗯 對 然後購入人生第一台就是老衛 那是一台90cc的車 然後是跟朋友收的這樣 那 那時候我原本人還在日本 但我朋友就說 欸 我要去 我要出國留學 那這台你有不要 就是 我就買了 對 那 從那時候開始 就開始愛上 就是 我也是 這這款車 對 就 原本只有 就是一些資訊啊 就是聽我爸講 那時候的故事啊 然後到現在就是 真正自己在騎之後 然後自己去創造更多的故事這樣 所以你是先買了第一台老衛之後 那又再買了一台新尾嗎 還是 那個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 我們現在看到你的車是新尾嘛 對 那 呃 因為 那時候需要通勤 就是開始上班之後 那 也因為老衛比較 不太適合 因為第一 它是採發嘛 那 我有幾次就是因為 為了要採發 然後採不動 因為下雨天 比較不好採發 然後我就遲到了 那你 真的採非常久 採超久 我採到 對 就是 採了快半個小時 都採不起來 對 然後 對啊 其實 就像我們上一集提到說 可能有些人騎韋斯牌是 比如說通勤的需求或怎麼樣 對 所以 所以才會說就是 建議 就是 有想要購入韋斯的車友 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然後 對 就是 這個還蠻重要的 就是 個人需求啊 對 所以你是後來因為可能 個人需求才買了 就是 新的韋斯牌 對 那 其實也隔一段時間啦 因為 當初那時候也只對 就是 老衛 就是有 稍微的了解 對 那 新維的話 對我來說又算是一個 蠻 嶄新的一個 一個東西了 對 所以 呃 一開始要去買車的時候 其實也 也是不太懂 那 爬文的話 其實也沒有太多的 資訊可以看 對 那 其實 這也是其中一個 我會想要創立這個 線上雜誌的原因之一 對 那 這個雜誌主要其實也是想要提供一個平台給大家 那 想要買車或是 呃 對自己的車還不太瞭解的車友 可以去 多看看這些資訊這樣子 除了 就是 介紹啊 就是 韋斯牌 不同車款的資訊跟 分享一些 呃 在升級上面或是生活上的一些資訊以外 我們同時也有就是 設計一些 呃 周邊的 商品 像 衣服啊 然後貼紙啊 這些的 對 那 其實 那個時候是 之前在日本嘛 那日本的時候就有看一些 日雜啊 日本的一些雜誌 然後 就 有一個 有一些靈感 那 呃 就覺得說 我可以提供一個 免費的資訊 就是在線上提供一個免費的資訊給大家 然後 同時也 用 比較好的品質 然後去做出一些 呃 好看 然後大家可以 接受的 呃 跟潮流一起 結合的 一些商品 然後 給 大家去做使用 這樣子 具體像是哪一些 比如說像 呃 貼紙嘛 然後一些 呃 服飾類的 然後 包包啊 然後 當然 同時也會 就是 呃 譬如說有一些 不錯的廠商 他們做出了商品 然後 去做介紹 這樣子 那 我們 呃 因為我本身也是蠻 龜毛的 所以就是 一定要是 我真的覺得好用 然後又 用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 然後才會去做 寫一篇 就是 這個的介紹 那像我們其實今天 那個 錄音坊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 那個 你們線上雜誌的一個 特約咖啡廳吧 那 你要不要跟聽眾朋友 介紹一下 你們為什麼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OK 那 呃 當初 我們會想說 就是有一個 有找一些不錯的 咖啡廳 然後跟他們合作 然後做一個 韋詩車友的 特約咖啡廳 這樣子 那 主要是因為 呃 韋詩車友真的很 很 顧車 那 很長就是 到一個點 那他們 不想要停太久 或是 因為沒有什麼停車位啊 或什麼 他們沒有辦法 久坐 那我就是 試圖去找一些 不錯的點 然後不錯的咖啡廳 跟他們做 就是 呃 討論合作這一塊 那 讓韋詩車友可以 把車停好 然後可以邊喝 呃 咖啡啊 然後可以看到他們的車 這樣子 對 當初是 一開始是用這個方式去 做一個出發店 然後 呃 目前的話 我們就有兩間 在台北的 韋詩特約咖啡廳這樣子 對 那韋詩車友來 除了停車方便 然後 然後 有 不錯的 飲料跟 食物之外 就是 呃 還可以享有 就是 舊車友會 這樣子 所以是 呃 進來之後會跟 跟老闆說 我今天騎韋詩牌嗎 就你 就是他們會出示他們的鑰匙 對 出示他們韋詩的鑰匙 那因為韋詩鑰匙其實蠻好認的 那你在咖啡的選點上 因為我們在上一集有提到說 其實韋詩牌車主蠻 重蠻停車的 蠻挑的 那你們會 在咖啡店的配合上 會特別去考量這一塊嗎 比如說附近有沒有 可以 比較適合停車的地方啊 什麼的 通常的話我會找就是 可以直接 呃 方便停在店門口 對 就是 停在店門口 然後不會被人家拍照前去 比較容易看顧啊 也比較容易看顧的 對 沒錯 就是 類似這一種的 咖啡廳 對 那像我們知道說 比如說其他可能一些 機車品牌啊 或是 他們也會有一些 比如說車具啊 包括一些重機啊 檔車什麼 那像韋詩牌的話 呃 你們 固定會有一些車具嗎 你們的車具的生態 大概是什麼樣子 呃 其實 呃 在講車具之前 我必須要說一點 就是其實韋詩 這個 大家庭 對 為什麼就是大家庭 因為 呃 韋詩的車友 其實他不會分 不分車種 不分車款啊 那 只要你是騎韋詩 大家就是 喔 就是韋詩的車友這樣子 就是 我覺得這一點跟 很多 不同的車款來說 有 有一點比較 大的差異 你是說其他的 其他的車具 他們可能會分車款嗎 對啊 比如說好像 呃 會分特定的車款 嗯 那比如說 呃 YAMAHA好了 那 近戰 他們本身會有自己的 近戰的一個 車具啊 他們不會就是其他 雖然說也是YAMAHA 可是他們不會一起 你懂為什麼 懂懂懂 他們分得很細 對會分得比較細一點 那 韋詩牌的車具 其實通常都 就分為兩種 一個就是靜態車具跟動態車具 動態車具的話 通常我們會就是 從一個A點 然後一起騎到一個B點 然後就是可能大家一起 喝個咖啡 然後聊個天之類的 那 呃 像 靜態車具的話 就是 呃 大約一個點 然後就停在那邊 然後就大家一起 就是 聊天 這一塊 就是其實跟 呃 其他車款的 車具的方式差不多 對 你們自己有比較偏好的 車具的點嗎 比如說哪些地點會比較適合 這樣的車具的嗎 比較偏好車具的點 過往 其實會看就是 呃 人數跟 就是 場地的 大小 去做 對 做確定 這樣子 對那 呃 在台北的話 比較常去的 車具的點 可能就是 北灣劇場 大概大渡路上 這樣子 關渡那邊嗎 還沒有到關渡 呃 就是 對 它就叫北灣劇場 那那邊的話就是 有蠻大的空地 然後 有一些就是 呃 有餐廳啊 那些的 嗯 對對對 還不錯的一個 其實還蠻多 都不管是汽車 或是騎車都會去那邊 就是 車具的 對 然後 主要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我們 同時也會有 就是 每年的 大會師啊 然後 一些 呃 部分車種的 騎乘活動之類的 都會去參加 像最近大會師就 快要到了 對 這個月底的話大會師 這一次 今年的話會辦在 嘉義 對 那 也會有蠻多 車友會直接從 台北啊 桃園啊 就是直接騎 騎下去這樣 等於是全台的 韋士台車主大會師這樣 對對對 就是 等於是全台會是最大的 車具 就是韋士的車具 像這樣過往 今天大概都會有多少 人產這樣 其實都不一定 但是都 還蠻 真的還蠻多台 因為就是 北中南的 車友都會聚集在一起 這樣子 對 了解 一樣大家會有一些可能拍照 或交友的活動 對 通常就是一些拍照啊 然後抽獎活動啊 這方面 對 然後 甚至之前的 大會師 也有 就是 不如指現加速賽啊 就是在安全的場地裡面 就是 辦的比賽之類的 對對對 這方面 然後 同時也會有一些 相關的 攤位 對 然後會有一些 呃 禮物啊 然後產品啊 介紹之類的 對 是一個 蠻好玩的活動 了解 所以說 等於說 你們在 尾斯牌的一些車聚上 大家的這個包容度 是更高的 就是 會有更多不一樣的車種 或是 不一樣的排 排氣量的車子 加入在裡面 這個聚會裡面 對對對 就是會有 呃 不同的車款 就是不管你是 心偉勞偉 或是 CC數不同 或是什麼 大家都是 就是尾斯的 呃 成員這樣子 嗯 那你自己做這個 線上雜誌 因為你現在 已經算是全職 在做這件事情了 對 那你有自己外來 對這個品牌 或這個 有什麼想法嗎 或是外來想做的事情 我是希望能夠 持續把 就是 更多的資訊 就是提供給大家 那 那 另外 呃 我當初會選擇 做這個平台也是 因為我想要有一個 中立的立場 可以去寫更多的 資訊 那 可以這方式去 做分享 這樣子 然後 呃 未來的話 當然是希望能夠 更多的 呃 流量 然後 希望能夠讓 就是 呃 國外的 車友 也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的 偉士車友 他們在 呃 對自己的車 的風格上的獨特性 對 那其實 呃 不管是歐洲 然後其他的 東南亞 還是哪裡 還滿多車友的 那 真的不同地區 不同車友的風格 我覺得是滿值得去 就是做分享 然後去做交流 對 所以他們也是會有一些 可能線下聚會 或是 還是說有沒有哪一個 國家他們做的是 這塊特別活躍 哪一個國家喔 其實 其實說真的 越南啊 然後 泰國 印尼 也是滿活躍的 就是 他們不管在改 改他們的尾事啊 或是顏色上面啊 然後 然後 就是活動啊 什麼 他們這 其實 呃 當然這跟 就是每個國家的 法規啊 或什麼不同也有關啊 對 那 呃 包括說他們可能 騎乘機車的 市場或人口就更大 對 這方面之類的 對啊 所以 呃 會有不同的 文化 嗯 騎車文化也好 或是 升級啊 改裝文化也好 對 這 這方面的話 其實 就是 還滿值得交流 因為 真的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那 像台灣本身的話 也有滿多 就是 呃 尾事 周邊的品牌 嗯 就是比如說 在外觀上啊 動力上啊 都是還滿不錯的 而且甚至都是外銷到 就是 呃 國外啊 之類的 對 所以 還滿 滿多東西可以 就是跟大家做介紹的 那你自己覺得說 我們剛剛講到說 可能每個國家的那個 國情啊 或是法規上的不同啊 那像現在台灣其實 呃 法規上主張說 要把這個二行程的機車 慢慢就是 淘汰掉 那其實這樣 因為像 老的尾事牌 也是二行程的部分 你覺得 你對這樣子有沒有一些想法 其實我覺得 呃 這方面還滿不公平的 嗯 因為 像尾事這一塊啊 很多車友 他們其實越老的車 他們越會去保存它 那甚至是 不惜花 多少錢 他們就是要把它翻新到一個 原有的樣子 然後讓它能夠是符合 就是 排氣的驗車啊 這方面 對 那 我覺得 嗯 這個政策 對 可能 要針對 某一個 比如說 一些條例啊 像是 這台車 它可能就是 真的是 都沒有在顧 然後 呃 肺炎啊 或什麼之類的 這種我覺得 比較 你要淘汰的話 就是 就是 要對 正下 要不是去 直接針對所有 二行程的來 對 你的意思說應該是 比較像是 很定期檢驗的管制 對 而不是說一刀切這樣子 對啊 但是 其實說那麼久了 也 還是 對啊 還是照樣可以騎啦 對 畢竟 它如果真的要淘汰的話 會有太多的 聲音出來 對 對 因為我相信應該也是滿多 呃 人還是在騎二行程的 對啊 對啊 那 像我剛剛說的嘛 很多人其實 它就算它是二行程 但是它顧得很好 那 它也不會去造成太大的 污染或是危險之類的 哦 所以我覺得 呃 還滿多時候其實應該 要 對 正確的地方去 做正確的處理方式 嗯 對 而不是就直接說 哦就是 二行程全部就是切掉之類的 那因為我自己看 比如說 我自己有時候 關這些YouTube 它會 像是有一些 比較偏重計的愛好者 他們會去講一些 比如說 台灣交通法規一些 他們覺得要 變革 或是有些有問題的地方 你自己 也算是一個 呃 偽視牌或是機車的愛好者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說 哪一塊是 你覺得台灣還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呃 這一塊的話 其實我認真覺得 就是 二輪文化在台灣 其實 還是沒有受到太多人的重視 那 騎乘在路上很多時候 可能很多人都遇到 就是被逼車啊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 路權這一塊 對 但是這其實說真的 這 這都是 個人自己 騎車習慣也會 造成這些問題 嗯 對 所以 呃 我覺得這問題的話 很難 馬上就可以 就是把它 改善 像 最近不是說 會把一些 就是 呃 進行機車的道路 對 就是改掉 對 但是 就會有不同的聲音出來 就是 一些覺得為什麼要改掉 然後 你這樣比較危險啊 或是什麼 呃 代轉區的問題啊 之類的 對 那 就會有很多 不同的聲音 然後政府去 執行的話 也是 就是 比較偏 做一半 嗯嗯 那一半做好了 喔 一些聲音出來 那算了 那還是取消取消 然後之前的 又沒有改回來之類的 因為像是那個 重型機車要不要上國道這種事情 就是會有正反兩面的 對 反正 每一件事情都會有一個正反兩面的 看法 對 那 那對我來說其實 這台也是老酒師 對 那 他一開始對韋式這一塊 沒有太大的 興趣 或是 呃 很了解這一塊 對 那直到我就是 簽了這台行為之後 就 就開始 推坑他 對 開始跟他 跟他聊 然後跟他說一些 呃 韋式的 有哪一些特點 然後 騎乘上面的舒適度啊 然後感受啊 之類的 然後最後 帶他去試乘之後 他也覺得說 欸 真的還不錯 所以後來就 就 也踏入韋式的一個 圈子 對 那 踏入韋式之後 他也覺得說 呃 在 不管 跟車友一起 出去啊 或什麼的 那 認識的人也更多 更廣 然後 車聚方面的活動 也能夠就是 也能順便推廣他自己的 咖啡廳啊 這方面 對 所以他後來也是 買了一台新維 是不是 對他後來買了一台新維 因為對他來說 他如果要就是外送或什麼 也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你覺得有時候 大家都是有一個被推坑的契機 像你可能是朋友剛好要出國 然後 對 其實我覺得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那 呃 值不值得被推進這坑又是 就是另外一個重點 這樣子 對 呃 其實像他的話 就覺得說 欸 其實他 踏入韋式之後 那還蠻多 呃 好玩的事情 一些活動啊 一些車聚啊 然後 甚至是 認識的人啊 之類的 那 比如說像 前面的故事你提到說 你爸爸原本是在做跟 可能機車相關的 呃 機車維修行 對 就是專門在修韋式 那那個時候 反而對你來講 你對韋式沒有 比較沒有憧憬或受到影響 可能那時候年紀還小 嗯 對 所以對那一塊其實 還沒有太大的興趣 對 就跟 呃 我那時候我記得 就算我看到了 就是 路上有韋式或什麼 對 就單純覺得 就是 喔 還蠻酷的 但是 沒有 就是這樣而已 也沒有會 也沒有想要去 多加深刻的了解 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今天 聊了蠻多韋式牌的內容 那最後想請Chris 如果大家對韋式牌有興趣 也想要 購入或體驗一下這個 義大利人的浪漫的話 有沒有一些 呃 注意事項 或是一些事前的提醒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在購買之前 呃 可能會需要準備 一筆錢 就是 因為 我也是說真的 他不管在 呃 車的價格上面 或是 呃 保養啊 維修上面都 不算太便宜 就是跟 就是 一般國產的 機車 比較起來的話 對 那 保養的方面 他 可能每一次 每一千保養一次 那可能一次就是 一千到一千二左右 對 那 呃 那像 老尾的 range 會比較廣 那通常 你有沒有 老尾的 range 他真的就是看車款 跟他的年代 就是稀有度之類的 對 那這一塊的話就是 呃 比較沒有一個 準確的價格 會建議新手從 新的 維修牌入門 這樣 新的維修牌 或是 比較 常見的PX 150 就是有力 然後 年份不會太久遠 然後好修理 為主 所以除了像 我們剛剛講到 可能一次 一千左右的 這個保養的費用 那還會有哪一些 支出是 可能 車主需要考量到的事情 呃 其實 大部分 他問題是 沒有那麼 不會到很多 對 所以 在維修這一塊 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而且 也有就是 正常的保固這一塊 對 那 其餘的就是 升級啊 什麼的 那他 為了質感要夠好 那他價格就會 比較 高一點 很多包括一些零件的購買 對對對 就是零件上面啊 之類的 就是可能價格會稍微高一點 嗯 對 我覺得可以理解 就蠻像一個 精品的 興趣就蠻像一個坑的這樣 對 可能有 比如說 玩西裝啊 或攝影這些都是 會越換越好 越高級這樣 對啊對啊 那除了這些還有哪一些 除了價格以外 還有哪一些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 可能會建議需要有一個 呃 自己的車庫啊 之類的 就是 主要不是因為他太 他有多 呃 珍貴或是什麼 而是因為 因為他本身是 鐵 鐵殼的車身嘛 那有很多的 配件其實也是鐵製的 那 會 如果 如果沒有車庫的話 就是 放在室外 然後 風吹日曬 然後雨淋 那可能比較容易就是 有生鏽啊 或是 呃 豬碗之類的 瘦草之類的 然後 要花的費用就變更多 喔 因為台灣的天氣 有相對潮濕 對 比較潮濕一點 對啊 像這一塊的 那 另外就是 心臟要夠大殼 如果找不到位子的話 對 就是要 做一個選擇 這樣子 就是可能會急一下 然後 可能會被刮到 之類的 可能會被刮到 或是遲到 就自己選擇 對啊 沒錯 好 那如果聽眾對 尾姿牌有 興趣 或想要更多了解 線上雜誌的話 可以到哪邊 搜尋你們呢 可以到那個 我們的IG 跟 臉書 然後查詢 Vespa Online Magazine 就是 VMAG 對 那 Barney這邊下面 會有我們的連結 這樣子 是的 那 你之後會考慮 除了社群媒體 你之後會考慮 做什麼樣的呈現嗎 呃 目前是還 不會考慮做實體啊 就是 實體雜誌 因為 比較 呃 比較現在 真的比較少人會 看實體雜誌 這樣子 那 有考慮做 可能做像 部落格 或是 比較深度的 那我們之後 可能會 我們可能會 創一個 網站 然後 把所有 北中南 台灣 尾市的一些 團體啊 或是一些 資訊啊 就是 結合起來 然後都 放在我們這個 網站上 然後讓更多人 可以去 做 查詢這樣子 好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Instagram上 搜尋 Vespa Online Mag 好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種 生活風格 或者是小風文化 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 來信來訊 跟我們說 那 黃石頭就下一次見囉 掰掰 掰掰